哪一句話 最常從大聲公的嘴巴裡面 講出來 A 我也是聽說的 B 不要告訴別人喔 來 A還是B 請舉牌 OK 因為我最近要選舉了 大家應該很常就是去吃飯 或等公車或是幹嘛 就聽到隔壁的阿伯 阿姨們 一直跟你大聊政治 例如我們就是去小吃攤吃飯 不是都會播新聞嗎 那那個攤販就小小的話 那他要跟你聊天 你很難迴避耶 就是都不能不理他 然後就說 妹妹你知道嗎 那個B案很誇張耶 什麼誇張 對 然後他就會講很多細節 說那個誰誰攤貨 那個候選人部要選啊 然後怎麼樣... 他就知道很多小道消息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的話 他就會跟你說 你不知道嗎 然後我就問他 是不是那裡從哪裡聽來的 他說 我也是聽別人講的啊 對 然後所以就問來問去 然後全世界都你不知道而已 我也是聽別人講這句話 真的是從...就是 有一種女生就心機真的很重 他就是想把事情鬧大嘛 然後... 他又是那個第一個講的人 還要說他聽別人講 對 他就是... 他把事情鬧大 因為我有一個很好的女生朋友 他那個時候就尿到 我講出來 那女生就成為慘大 反正他就住院 然後有一次 我就從錢櫃出來 結果我看到他的男朋友 他們還在交往 竟然 竟然 別的女生手出來 竟然是我還很厲害 我還像狗仔一樣拍到他們 那個男生手牽手牽 那女生出來 那張手機子留在我心頭上 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 跟那個女生說這件事情 他一直裝死 但很多細節證據 他都收集的 對... 所以我覺得要 好可怕 要確切再去跟他說 然後... 至少要等人家出院吧 對啊 而且他還在醫院裡面 然後後來這個那女生 就出院了嘛 我們就那天在聊天 那其實那天我從那個 錢櫃出來的時候 我旁邊還有一個女的 然後那女生就直接問他說 你是不是跟你男朋友分手啊 因為我們那一天 好像聽說那一天有看到 他帶別的女生 從錢櫃走出來 好像交新女朋友耶 然後那女生就傻眼想說 我沒有分手 什麼叫做他從錢櫃 帶別的女生走出來這樣 他就說你怎麼知道 你哪裡看到 他說沒有啦 我也是聽別人說的 沒有嗎 就是繼續在那邊 就是想要讓人家火更大 然後聽說他們很誇張 就把事情越講越嚴重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多 我們也就只看到 那男生牽著女生走過去 而且那個女生 好像還是誰誰誰 就是說什麼 好像在做A死的 然後他怎麼怎樣 就把事情搞得很嚴重這樣 結果那女生就是 回去大爆炒 然後那男生就說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講的 那也不知道 他就說沒有啊 就是別人是聽別人說的啊 抓不出一個源頭 所以妳那張照片沒用到 我其實有偷偷的 傳給那女生後來 就是因為那個女生 已經跟那男生鬧得很大 他就很難過來跟我訴苦 我就說這男生 你真的要好好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當時我有在現場 我只有跟妳說 那我當時我拍到 然後你們兩個要怎麼樣 你可以聽他解釋 但你自己去做決定 那個女生就拿著你傳給他 跟他們 沒有... 你也拿 等一下 但是最厲害的是 結果那男的時候 當然是我姐姐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就你知道要講 還是不要講很難 你講了也沒用 不講 好像自己不是好朋友 我是覺得說 聽說是最恐怖的 尤其你們知道嗎 那個管理員是一個 一個那個秘密爆炸 秘密交換手 對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公司 樓下都有管理員 我每次去經過 都會跟他打招 我就是很有禮貌 說你好... 那大家都後來都很熟 然後有時候拿東西 要拿包裹幹嘛 他就說 他就會跟我說 你小姐你知道嗎 我說什麼事... 美棟那個 美棟五樓 有個王先生帥帥的 你知道嗎 我說好像電梯有碰過怎樣 他說 他就跟你講喔 一天兩天娶一個女兒回來 你這個也要講 喔... 喔完我就要走了 因為不干我的事 而且我們也不認識他 你跟我這樣幹嘛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我還說 外國人聽人說 我實在受不了 我就說 伯伯是誰跟你講的 你怎麼知道那是人家小三 他說我跟你講 因為我昨天去問樓下 三樓的那一個 那個王太太就跟我說 那個就是他小三人 在一起很久了 那每次他老婆只要出國 他就會把小三帶回來 我是頭一次看到喔 我下次要去問上 以前喔 來上班的 看他有沒有看過 他很認真耶 他雖然是聽說的 但真實性滿高的 對啊 對 他很困難 人家無聊而已 而且他還是為了門禁嘛 看過才能讓他進來 對啊 為了安全 你們到底為什麼 要幫他講話 真的 我住的大樓曾經 我之前租房子 就曾經發生這樣的事 就是有一個先生 他真的是帶小三 結果一直被管理員傳傳 傳到大家都知道 傳到正公回來的時候 正公都聽到 然後你知道那個正公 他是直接去跟那個 媒體爆料 對 因為那個男生 本身是個老闆嘛 然後後來為什麼到 我也會知道 是因為媒體會爆料 會循現 竟然跑來問管理員 然後管理員已經 熱心到還把監視器畫面 給人家 這樣不行 不行 這是不行的 我是看到新聞 我就會覺得 這是我家 這個好像是我家 因為那個我姓 我好像看過他 那個原來是 不是 我說原來 那個女的是小三 我一直以為是正公 就真的有的會亂傳 會傳人家 我覺得閨蜜很多是這種 比如說我跟欣美是閨蜜 但是後來可能講完之後 我發現 你的閨蜜是美人姐 然後你又會跟你的閨蜜講 所以有時候這樣話 就變成傳開了 然後像之前 因為聳聳結婚的事件 然後那時候其實她那時候 結婚之前的時候 什麼事件 結婚喜事 對 結婚喜事 對 結婚喜事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們自己的姐妹們 其實都知道這件事情 大概不到十個人 加上她的家人 都不到十個人會知道 但是有一次 我們就是大家聚會的時候 她幹嘛搞那麼神秘 因為她 男生粉絲比較多吧 我覺得就是 人結婚都低調 因為很容易 就用那個了 對 對 結婚比較好嗎 對 都盡量不丈量 對 結婚低調 離婚高調 對 就這樣你知道 就像是 結婚頭頭摸摸 離婚會PO臉書 就像是懷孕一樣 前三個月都先不要說 就穩定一點的時候 再來公告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時候 基本上她那時候結婚 結婚的事情 其實我們大家 其實姐妹們都知道 然後那時候就是 曾經發生過一個現場的案件 就是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打麻將 我們那時候就約打牌 什麼什麼 然後她那時候我們 其實另外兩個女生都知道 但是人來了另外一個女生 跟熊熊其實沒有很熟 可是那個女生 是另外一個朋友 帶來的姐妹這樣子 然後她來之前的時候 就跟她講說 熊熊結婚了 什麼什麼的 就很高興跟她分享這個喜悅 什麼什麼的 她說 妳千萬不要跟別人講 不要跟別人講 然後也不要再跟熊熊講 什麼之類的 但是妳知道我們打完 打牌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聊到這件事情 但是要走的時候 突然這個女生就說 熊熊妳老公沒有要來接妳嗎 熊熊就傻眼說 老公 妳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就看看我們兩個 然後我就 對 然後就是另外一個人 因為那是她帶來的朋友 就這件事情就開始妳知道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默契 大家盡量遵守 大家比較好相處 就是人家懷孕不想讓人家知道 就千萬不要大嘴巴 對 那妳不要 妳說我都沒有講啊 可是妳就做這個動作 不要碰她肩膀喔 對 妳肩膀在哪裡 我都會說 我不會講 小心 真的 真的 那時候主持的時候 我的搭檔 他就是懷孕了 但是因為時間還沒到 所以也不能講 結果那個助理 那他只是在弄頭髮 那個助理說 那不要噴膠喔 好 小心不要噴膠 那個助理就是會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全世界都知道 對 太明顯了 因為那個化妝師 弄完頭髮 要噴膠助理妹妹 先不要 先不要 高跟鞋 高跟鞋 到現場再換 對 那個化妝師就 大家都知道 那到底是A還是B呢 哪句話 最常從大聲公嘴裡說出來 聽聽POL怎麼說 這一題我的答案選B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我就在跟我一個親戚聊天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 你知道某某親戚 他們最近在吵著離婚嗎 我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會知道 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啊 就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就不小心透露這個消息跟我說 然後叫我不要告訴別人 然後我就說 那你還告訴我 他就說也沒有啦 我就告訴一些就是 身邊比較好的親戚朋友 我一整個無言至極了 那代表這件事情 應該也傳到我那個親戚家去了 我已經選B 就上班的時候 就有遇過 就是一個學妹 他就是跟很多的機長在一起 他就說 欸 我跟你說 我現在跟那個誰誰誰在一起 然後下一次飛騰了幾個月之後 他就跟你說 欸 我跟你說 我又換了一個哪個男朋友 是某某某航空機長 是別人的 我們是密密在一起的 後來我就發現 就下一次我跟別人飛走 然後大家都跟我說 欸 你知道那個誰誰 跟那個某某機長在一起 我才發現 啊 原來他的秘密 都不是秘密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的B 不要告訴別人喔 得票比例60% 你覺得正常嗎 OK 所以呢 不要告訴別人 多數選這個 選A的不正常請噴 好妖惡耶 好妖惡耶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哇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